自然界中许多物种与物质的生长与衰退 都符合每隔一段时间数量或质量 会依固定的比率成长或衰退 例如像银行复利的本利盒 又或者是放射性物质的质量等 都是生活中常见与指数相关的 例子 偶尔会在新闻媒体上听到指数型成长与线性成长这两个名词 然而这两种情形应该如何分辨呢 以下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 例如某银行提供单利及负利两种利息的计算方式 已知一开始的本金有十万 定存年利率百分之十 且一年计息一次 则不同其数的本利盒如下表 我们可以将时间和本利盒的关系以下图表示 由图中可以看到 以单利计算时本利盒随着时间以线性的成长 而以负利计算时本利盒随着时间以指数的成长 简单来说 简单来说 随着时间增加 我们可以将每隔固定时间所观察的量乘等差 视为线性成长 而将每隔固定时间所观察的量乘等比 视为指数成长 下列两个函数 下列两个函数 何者代表 指数型成长 若实验室中培养的细菌 每隔一小时就会分裂一次 其数量变为原来的两倍 经过两小时后 数量变成原来的四倍 以此规律继续下去 则经过X小时后 数量Y会变为原来的2的X次方倍 给定任意时数X 指数2的X次方都随着X的值而跟着确定 也就是X与2的X次方之间的关系 可以视为是一组对应关系 我们将这种对应关系 以Y等于F等于2的X次方表示 并称为以2为底的指数函数 一般而言 设A大于0 A不等于1 且X为任意时数 函数F等于A的X次方 称为以A为底的指数函数 其中定义域为所有时数 值域为正时数 在刚刚的定义中 特别要求A不等于1 因为当A等于1时 F等于1的X次方等于1 为常数函数 其图形为一条水平直线 所以我们在讨论指数函数时 通常只讨论A大于0 A不等于1的情形 接下来我们描绘F等于2的X次方的图形 首先我们先列出一些满足F等于2的X次方的点 接着我们将这些点 依序地画在坐标平面上 当描绘的点数够多时 可透过平滑的曲线将这些点连起来 最后得到F等于2的X次方的图形 接着我们再来看看当底数A大于0小于1的一个例子 以描绘F等于1的X次方的指数函数图形来做介绍 首先我们先列出一些满足F等于1的X次方的点 接着我们将这些点依序地画在坐标平面上 此外可以再描绘更多点 最后透过平滑的曲线将这些点连起来 即可得到F等于2的X次方的指数函数图形 设A大于0 A不等于1 且X为任意实数 函数F等于A的X次方 称为以A为底的指数函数 其中定义域为所有实数 直域为正实数 扁荣的东西 扁荣的愚蚨 鲜设跟E洪